CAPTA958城市频道资讯第一台 这里是三点的快报60秒 我是杨振华 本地中小学生 个人学习电子配备的管理应用 Mobile Guardian被入侵 教育部已经对相关承包商 采取法律行动 教育部长陈振生强调 新模式下的高材教育计划 不是为了帮助高学习能力的学生 更好的准备全国考试 而是有更多的机会 发挥能力 本地基层发起的工作小组 发布白皮书 呼吁政府推出更多的 预防自杀的策略 乌克兰政府计划拍卖约 20家国有企业 将他们私有化 以为军队提供资金并提振经济 澳大利亚计划今年内 立法禁止儿童使用社交媒体 以上就是三点的快报60秒 60秒掌握新闻资讯 快速精简播报 准确及时摘要 你可在capital958城市频道收听 并同步在8频道和mewatch 收看快报60秒